大家好 我是树梁庭园的女痕 今天跟大家说一个施肥的小技巧 就是你种花卉 虽然说大家用的肥料都一样 最后发现你会发现 大家种的花卉种出来的效果 真是千差万别 这关键啊 它里面虽然有一些养护的技巧 但是啊 和这个施肥的技巧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比如说 我这是一颗盆栽的一个基仪女 超级微型月季 养这么大真是还不容易的 然后这是我一颗根结的捉迷藏 如果说你的月季 我就想把这个盆栽养好 那么来说 它施肥就是有一定的讲究了 因为这样的话 首先这个盆子空间有限 比如说这是一个这个青山本 当然青山本啊 它对根系发育会更好 会让根系发育的更好 用青山本对一些新手来说更好 然后呢 大家该怎么用这个肥料呢 我们要做的目的 是让这个根系 把整个花盆里土球给长满 这样的话 大家施肥该怎么施呢 首先可以把这个控施肥 撒在这个盆头表面 这样的话 你这个肥料啊 它就从盆土表面向下 随着你浇水 它就有一个浓度梯度 就是说盆土表面浓度最高 往下一次降低 于是根系 它就感觉到上部有这个肥料 它就向上部去生长 根系 它具有这种趋肥性 你这样施肥的花卉 你会发现你脱盆以后 你会发现它的根系 把整个土球给长满了 这样它须根多 盆子空间利用率高 这样的话 你花卉才当的好 而有些我们买到的花卉 你会发现你脱盆以后 它的土就是中上部就没有什么根系 根系主要集中在盆土壤的中下部 这样的花卉相对上就要差一些 养的效果就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 为什么我经常说视频 我就说 这种普通的复合肥 我要建议大家撒在盆土表面 不建议融化成水 对待进行浇灌 目的就是让这个复合肥 从盆土表面逐渐融化 形成一个浓度梯度 它就可以达到提高 盆子空间利用率的效果 这样再搭配这种青山本 就算新手也能养的好花 当然来说 大家用这个提根的这种 这个蔷薇做月季盆景 我们要做的 并不是说让根系上浮 而是让根系下沉 因为我们后续要把它挖出来 把散布的这些土给打散 让这根系露出来 进行提根 这样的话 它造型优美 才好看 这样一说 大家立刻就明白了 我们可以把这种控室位 加在盆底 于是这个根系感受到盆底 它有肥料 于是它就向盆底去生长 这就是可以达到 你不同的使用肥料方法 那根系 根系 随着你自己的一远去生长 当然来说 大家用这种水中肥 那这么一说 大家就明白该怎么用了 如果这种花卉 你对成一千倍的熔岩 对它进行浇灌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要进行提根 那怎么弄呢 把它对成一千倍的熔岩 弄个盆 把它放进去 这样的话 把这个往上一做 于是根系的 就向底部去生长 而不是这个长的 满个土球都是根系 这样的话提根效果就更好 一个使用肥料